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4月14日 墨尔本城市取中岸水手 周六下午 澳直有好戏上演 墨尔本城做客挑战中岸水手 墨尔本城境况稳定 而且在双方过往多次交手中占据绝对优势 目前更是取得对阵中岸水手的五连胜 此番出征 墨尔本城有力敲响胜鼓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23轮联赛战霸 中岸水手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录得11胜4合8负 继37分暂时排在前列位置 不过他们与金杖对手墨尔本城有双位数的分差 想赶超对手成为常规赛冠军难度较大 值得留意的是 虽然中岸水手近四轮赢足三场 而且经济主场战斗力不俗 但查看资料可以看到 球队最近十次面对墨尔本城输足八场 而且目前还遭遇对阵对手的五连败打击中 可以说 中岸水手没有任何抗衡墨尔本城的办法 由此可见 即使金扑主场出击 中岸水手亦不宜高估 墨尔本城上季表现就非常出色 常规赛夺冠 可惜在季后赛决赛不敌西不连 最终无缘捧背 前者金济决心卷土重来 23轮踢完即48分傲视群雄 期间均敞入2.35球和11.22球 都属于联赛顶尖水准 值得称赞 再者 墨尔本城近况正佳 上轮凭借助赞美麦卡伦和马高迪利奥双双眉开二度的帮助下 球队4比1大胜威灵顿凤凰 近五轮录得三胜二合的不败战绩 另外 墨尔本城还是经济 客场抢分能力最出众的球队 此番面对手下败将中岸水手 墨尔本城有力带走三分 阵容方面 中场云达云尼和苏利文尼等人音商无法披夹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